第三十二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即將在8月21號登場 而今年在最佳華語女歌手獎的部分 同樣競爭激烈 其中一比田富珍 歌手孫盛希 還有歌壇老將萬芳 都是第二次角逐歌后的寶座 而永遠的育女掌門人蘇慧倫 原名歌手Banai 還有中國創作女歌手譚薇薇 則是首次入圍 誰會拿到獎呢 孫盛希接受了台式專訪時就透露了 真的很難預測 但自己的RMP曲風 在裡頭顯得格外的獨特 希望這次可以把獎座順利帶回家 對生活的體悟濃烈的情感 透過田式唱腔完美呈現 Hebe田富珍憑著專輯 《無人知嫂睽違違九年》 要再一次挑戰金曲歌后 但這回同樣也要二度後關的 可不只她一個 這是RMP 保持浪漫 轉了房子 換了車 還是需要留點心情給自己的戀愛 Yeah 歌手孫盛希這回也是強勢問鼎歌后 整張專輯從零到有更是全程參與 專輯出沒地帶 渲染力 收放自如 沒有想到好像更激動 就是心跳更激烈 這張專輯是我從創作到企劃製作 一直到演唱會就是一整條的參與了很多細節 好像更像是一個我的寶貝 在歌曲中把內斂壓抑的個性大膽釋放 魂厚自我風格的RMP曲風 在這次入圍名單中更顯獨特 但除了Hebe 孫盛希 虧違八年初級的老將萬芳 也是第二次入圍最佳華語女歌手來勢洶洶 要講出一個人的話可能會講萬芳姐 她的口氣很多細節 我覺得有些是真的學不來的 可能要很多的精力才能體會的東西 萬芳用獨特的聲線 分享生命中每一個不平凡的片段 但一樣是唱人聲 玉女掌門人蘇慧倫 有魂厚低沉嗓音的巴奈 中國創作女歌手譚薇薇 雖然都是收賜入圍 但也都不容小覷 我覺得金曲的魅力就在於 得到或不得到都會讓人進步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每年金曲歌后寶座 免不了一次次的桌對廝殺 究竟會降落誰家粉絲相當期待 解釋去千古投稿